此季正灾团 增加三倍的收成 而农民的需要 志工看到也听到了 因此此季第六团正灾团 今天开始再度展开 一连六天的肥料发放工作 希望帮助缅甸这个世界大粮仓 今年十月份能够和往年一样 稻谷丰收 才刚刚抵达缅甸的第六团 团员没有休息 立即和留守志工 还有先前人员会合 同时还要和当地志工 来个相见欢 缅甸文我们看不懂 见面培养感情是必要的 不过大家聚在一起 还有更重要的使命 就是要让八月十六号开始 一连六天的肥料发放更顺利 大约是两个小时 然后再坐盘分成两组 说明路线分配组员 在发放过程中 还要注意的是自身安全 因为目前缅甸正值雨季 发放又必须经过水路 因此志工特地教导雨衣和救生衣的穿法 认真记下每个细节随即领取雨具装备贴上名字 大家众志沉沉 期盼穿上雨衣后 二对当地农民带来肥料 让缅甸这个世界大粮仓 今年十月依旧能够和网茶一样 有个好收成 此事侦呆团缅甸综合报导 突然间 贾荣派 公writing计划